请吐蕃的食谈先行 陆大人 请 这些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日本新罗踏兹的学者 来大唐游学 有的还留在大唐做官 以求功名 原来如此啊 难怪京都的外国人 越来越多了 皇上圣明 大唐国泰民安 国为日圣 万国朝贡 举世向往 小人告辞 这 陆东赞亲王 这位女郎 一定是大唐皇帝的公主吧 不错 她就是当今皇上的 十七公主 高阳 陛下 这位是陆东赞亲王 陛下 这是我们的国书和礼仗 严厉本所谓的不拧图 生动地描绘了唐太宗接见松赞干部派来的求婚使者的情景 欠藏于北京图 祝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陆东赞亲王 请平身 谢陛下 松赞干部赞谱 向皇帝陛下竞献黄金千两 珍宝百件 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 请陆东赞亲王 转达赞对松赞干部赞谱的谢意 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 来中原 来长安走一走 看一看 在朕的皇宫里住一些时 我们的交流 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一定会很有意义啊 在下代表松赞干部赞谱 感谢皇帝陛下的邀请 我松赞干部赞谱 对中原的物产文化 立法 政治都十分的羡慕和向往 渴望于中原 世代友好啊 前不久 朕的特使前往达聘松赞干部赞谱 受到了热情而隆重的礼遇 并带回了很多的礼品 其中 用藏文书写的国书和藏药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的文字 是在松赞干部赞谱的倡导下 参考梵文和颠文所致而成 我们的医药一向具有神奇的功效 朕还听说 松赞干部赞谱 是文武全才啊 不但精于奇社和建树 而且还能因师作父 深得百姓的拥戴啊 在下不仅带来了松赞干部赞谱的诗歌 还带来了赞谱手下最得意的剑客 好 朕将为亲王举行酒会 接风洗尘 届时有请陆东赞亲王 当场音诵松赞干部的诗歌 并行两位剑客 展示他们绝妙的剑术 陛下 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请讲 在下想请陛下的一位公主参加这个酒会 那位公主 陛下的十七公主高阳 安 女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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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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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朋友叫言而有信 请人半十分 好 那我就请黄相国再干一杯 好 两位丞相干一杯 请 请 魏大人 从前咱们可是朝敌 今天居然能坐这儿 我们亲亲热热的喝酒 这是何等的缘分 无忌醉了 我没醉 我说的都是实话 都是实话 长孙无忌酒后食言 我也请不要放在心上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谢陛下 二位请 请 喝酒 喝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解个手 还以为你做什么坏事呢 三弟 大哥 三弟 父皇天秋节 竟然讲一个凶贼地寿的故事 寓意深长 那自然是太子妃 我们寿了 父皇可知恶鬼是谁 谁 长孙无子 国舅 我的亲舅 太子亲舅 如何成了恶鬼 三弟在长孙无忌长 如同理 凶响学校 旧三弟却不能够 长孙无忌比恶鬼还恶 他不仅吃你 还要吃掉我 太子是国舅的亲外甥 舅舅怎么能吃自己的亲外甥呢 三弟善良 然长孙无忌之恶 远远超出三弟的想象 他不仅吃你吃我 还要吃他 为王太 国舅真是好胃口啊 你不相信 国舅吃我有礼 吃太子跟胃王 不得 国舅想让晋王制 一支独秀 鸿遍天下 娶我代之 所以对长孙无忌这样的恶鬼 说什么雄匪低收 是不会起作用的 只有为兄与三弟联手 除掉长孙无忌 方能自保 长孙无忌奏请父皇 催你去一州夫人呢 来来来 主位 请 来 三哥 高阳 你怎么现在才来 要不是因为你在这儿 我才不来呢 皇上会不会把高阳架到土拨去 皇上这么宠十七公主 怎么会舍得将公主架到土拨去呢 皇上宠她 皇后和朝臣们不见得宠她 皇上听皇后的叫做俱内 皇上听朝臣们的叫做明君 明君俱内 皇上要是把羔羊夹到吐蕃去 这辈子 我怕是再也见不到她了 非酒无意成礼 非酒无意成欢 这劫丰的美酒 鹿东赞亲王可要多喝几杯 在下借花献佛 敬皇帝皇后一杯酒 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 祝皇后娘娘松寿无量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现在就有请来自吐蕃的尊贵使者 因送宋赞干部赞同的时刻 以祝九姓 伟大的皇帝陛下 尊贵的皇后娘娘 尊敬的太子殿下 高贵美丽的高阳公主殿下 陛下 陆东赞此次前来为陛下祝寿 还肩负着另一桩重要使命 重要使命 什么重要使命啊 前次陛下的特使由我松赞干部赞谱会晤时 赞谱已正式向大唐皇室求婚 朕知道这件事 此次松赞干部赞谱派请下官前来迎婚 迎婚 对 把陛下的一位公主迎到吐蕃去 嫁给松赞干部赞谱为妻 看来松赞干部是个性级的赞谱啊 松赞干部赞谱让下官带了一首求婚的情诗 可是可是朕还没有想好把哪位公主 嫁给松赞干部赞谱呢 我想好了 这下是赞谱的侍卿 丞相 全权负责迎亲事宜啊 看来 陆东赞亲王是要包办松赞干部赞谱的婚姻呢 皇上 这一回说对了 这桩婚姻恐怕不好包办 为什么 松赞干部要娶朕的女儿 那总得经过朕的同意才行啊 在下 已经为松赞干部赞谱选定了一位公主 只要陛下首肯就成了 这位公主就是高贵美丽的高阳公主殿下 陛下 陛下 我看你是喝多了 说的全是醉话 我没喝多 我说的句句事实 情真意清 你知道你说了些什么吗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十七公主吗 陛下 一种婚姻可敌十万雄兵呢 无计 与松赞干部赞谱通婚 朕当然非常乐意 可是把公主嫁到遥远的土国 如果不争得公主同意 似乎不尽人情啊 哈哈 条条东土可亲 摇齿游女贫婷 春兰秋会相指 鸟鸟阿挪多姿 藏将高远圣洁 永保公主青春 时辰美好吉祥奉命赞谱迎亲 可我连赞谱的面都没见过 怎么能嫁给他呢 心心我江土 处处飘翔云 威威藏王公珠宝所建成 松赞干部王菩萨所化身 嬴俊又庄严 众姓甚高尊 你说得再好听公主也不愿意去 皇上既然答应你 自会另选一位公主 嫁给松赞干部赞谱 你何必非要为难十七公主呢 公主下官为难你了吗 没有 那好 下官的美意请公主三思 公主不会考虑的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你们想干什么 要打架 他们是赞谱手下的剑客 我的副使一高兴就喝多了 请公主 朕刚刚听了松赞干部赞谱的诗歌 的确是文采飞扬 现在是不是让朕领略一下 吐蕃剑客绝妙的剑术 陛下 微臣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讲 让吐蕃的剑客和大唐的武士比武 赞谱的婚事马由盛方全权包办 我来 王子身处刀光剑影之中 即使是伤及毫发 罪名也不轻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来 便即见过皇上皇后娘娘 和尚也能当武士吗 陆东赞亲王难道没有听说过十三五僧救唐王的故事吗 不仅听说过在来京的途中我们路过敦煌的千佛洞 还亲眼见过十三高僧救唐王的壁画 请问 怎么称呼 京都净土寺便机 师从何人 玄庄法师 原来你是玄庄法师的高祖 正是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一定会见下留情 宋赞甘布赞普是菩萨的化身 他属下的剑客自然是悲悯之事 这就是缘分 今天是千秋节不能见血 胜负还是要分的 明白了吗 是 这就是 这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让谁去 也不能让羔羊去 可是让谁去呢 离开皇宫 嫁到边缘的吐蕃 这对公主们来说 是一生一世的大事 陛下要尽快拿个主意 吐蕃丞相是专程迎亲来的 横竖要带走陛下的一个公主 实在不行啊 就让几个代嫁的公主 就抓鸠吧 那怎么行呢 能嫁出去的公主 总共不过两三个 万一高杨抓到鸠怎么办 不行 高杨不能抓鸠 抓鸠啊 这是表明我们做父母的 对女儿是 一视同仁 高杨不参加 那其他公主怎么想啊 那抓鸠还有什么意义啊 陛下 一定要在长安 给高杨找个可靠的人家 我一定要亲眼看着 高杨找到一个得意的驸马 不亲眼看着他生儿育女 就是臣妾闭上眼睛 心里也不能安生 皇后的心情 朕完全明白 我一定要给高杨 找一个最好的父母 可今天的清醒 不得不令臣妾担心 王后这话是怎么说呢 鲁东赞 代表松赞干部 向高杨求婚 高杨非但没反对 还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 高杨还是个孩子 这个鲁东赞 求婚的方式又很特别 全是夸耀她的义美之词 我看啊 高杨就听着开心 闹着玩儿罢了 皇后不必过分担心 可高杨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这 才是最令臣妾担心的 哎 鲁东三尺 是非一日之寒 哪 陈魏征 寇建武皇万岁万万岁 凭身赐作 臣谢作 爱卿正值无私 心口如衣 得罪了不少人哪 长孙无忌 酒后食言 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 臣并不介意陛下 这就是爱卿的可爱之处 朕心里有数啊 陛下 吐伯特使陆东赞 带松赞干部赞谱求婚之事 陛下作何考虑 我找你来就是为这件事 我和皇后商量来商量去 也想不出个好主意 在这件事情上 长孙无忌说的对 一桩婚姻 可抵得上十万雄兵啊 道理是明白的 可是叫神区不叫神区啊 识难定夺啊 以诚看 十七公主对陆东赞的求婚 并无反感 反而 反而还很乐意 吃不准 不好揣测 朕想听听你的意思 臣以为 十七公主远家吐伯 不是最佳人选 是啊 她小小的年纪 哪里懂得其中的厉害啊 远家吐伯 宗赞干部赞谱 会像朕这么宠爱她吗 这全然是两回事吗 陛下 你是个聪明人 朕心里怎么想 你也明白 臣明白 陛下 皇后意下如何 皇后不同意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皇后贤德 令臣敬佩啊 若十七公主是皇后所生 皇后最多是保持沉默 不会像现在这样 固执己见啊 皇后的心情 为臣完全理解 不过陛下万万不能冷落了陆东赞呢 可若是把十七公主留下 换了其他公主远家吐伯 这怕是两头都不愿意呀 奈何呀 皇上膝下 皇上膝下代价的公主尚有几位 加上羔羊 充其量 也就是两三个而已呀 陛下 如果把公主的范围再扩大一些 或许有身民大义者也说不定啊 快 这不像封官许愿那么简单 你们有血缘关系怎么成呢 陛下的族兄中 封王的不止一两位 他们的女儿 不就是陛下的侄女吗 他们怎么不能作为公主 远嫁吐蕃呢 你认为 可以 名正言顺 那也得情愿才行啊 那自然 爱卿啊 听口气 你是有备而来 胸有成竹啊 陛下的族兄 江夏王之女 自情前往吐伯 嫁给松丹干部 会有这样的事 江夏王 依然随从一起进宫 正整待陛下和皇后的召见 你 你怎么不早说呢 臣 不知胜意如何 岂敢冒昧 再说江夏王 也不敢抢十七公主之仙呢 这个仙想得好啊 皇后 皇上有什么好主意了吗 朕要在皇后这儿 召见江夏王 江夏王 那不是皇上的足弟吗 朕这个足弟呀 速来老实厚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要不要臣妾回避一下 江夏王 还有话跟皇后说 有请江夏王 江夏王 叶见皇上皇后 江夏王 给皇上皇后请安 平身 平身 江夏王 请坐吧 谢皇上皇后 讲讲你的来意 皇上 恕臣冒昧 臣方敢直言 都是自家兄弟 担讲无法 吐蕃丞相 给松赞干部赞谱求婚的事 让皇上 皇后为难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臣回去以后 把赞谱求亲的事 跟家里人说了一遍 小女说 和吐蕃和亲 对国家有好处 小女愿意前往 江夏王 七夏 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女儿 设计有幸啊 皇后过誉了 这样的好女儿 无疑有知 西汉的昭军出赛 不就是吗 王昭军是宫女 不是公主啊 臣记错了 臣真是糊涂了 夫人同意嘛 王后的意思是说 你们夫妇商量过吗 女儿有这样的心愿 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想到这桩婚事 对大唐设计至关重要 我们夫妻 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好 朕即刻册封贤之女 为大唐的文成公主 多谢皇上 秦王 到了 这就是高阳公主的府邸 下官多有不便 术不奉陪 等一等 多谢 多谢 多谢了啊 好 他的 他 这个 我们做了 证明 是 我 你 就 我 是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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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公主 那个陆东赞还等着公主会坏呢 电龙 你说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为松赞干部赞 不求婚啊 要不我把玉枕还给他 就说公主已经睡着了 你让他进来吧 在下深夜灯门造发 不甚冒昧 请坐 谢公主 你是吐蕃的丞相 是的 公主 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 在下出使过许多国家 不敢说见多识广 入国问尽 入乡随俗 这道理你懂吧 当然 当然 那么吐蕃的丞相 三晶半夜的到大唐公主的府上 来送一支玉枕 这是什么意思 这玉枕是松赞干部赞普作为信物送给公主的 我跟赞普素不相识 为什么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呢 我是赞普的丞相 赞普的亲王 我可以全权代表赞普办理迎婚事宜 下官抵达京都的时候 在长安街和公主不气而喻 在我的心里就已经为赞普选定了公主 你好大的口气 我要是不同意呢 吐蕃人为自己所心爱的女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我这张老脸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唐明君赐宴 我当纵为松赞干部赞普向公主求婚 公主落落大方 不卑不亢 又给了我这张老脸多少面子 赞普的剑客输了 可我还是不甘心 贸然前来向公主讨了实话 我从来不愿遇见试探 我不是试探公主 我是真心为赞普向公主求婚 公主觉得难堪那是下官的罪过 这个你拿回去 玉枕是赞普的信物 公主就是收下它 也并不代表公主已经答应了这桩婚事 公主如果不收下 那就是对赞普的藐视 好吧 玉枕我收下 但明天一早 我一定向父皇去禀报 好 下官静候佳音 下官告辞了 告辞了 告辞了 公主 你真的把玉枕收下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是信物 收下了要讲信用的 这玉枕多美 多光滑呀 亲王 使不得使不得 这可使不得 怎么样 公主收下了 正说成了 只要皇上一点头 这个事就成了 恭喜亲王贺喜丞相 与赞普同喜 与赞普同喜 果真是这样皆大欢喜 国舅大人 下官刚才送走陆东赞以后 看见十七公主高阳 趁不年往吴王府去了 什么 你看仔细了 没错 十七公主此时此刻 已在吴王府了 三哥 出了什么事了 出了什么事了 不不不 这绝对不行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同意 我不是来争取你意见的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决定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那只精英剔透的郁枕 躺在上面一定很美 高阳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很乱 你知不知道你的决定过于草率了 难道你的婚姻大事 就是为了一只精美的郁枕 我相信直觉 那边或许是我最好的归宿 可父皇跟你母后都不会同意的 这些年我让他们受够了 我走了 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 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 父皇跟你母后他们是爱你的吗 爱和怜悯是有区别的 我对他们来说 只是个感情上的累质 嫁到屠蝗 我就能离开这个世世非非的地方 黄沙飘飘 杭涌 岭露 掻耳 那是一种不念的人 我想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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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与船 爱有多远 就在今天 爱有多远 就在身边 爱有多远 就在你我之间 爱有多远 浪烟滚滚 明明年灭 影红了脸 众生云云 心碎日圆 爱有多远 爱有多远 就在今天 爱有多远 爱有多远 就在身边 爱有多远 就在你我之间